我们另外一个 我们刚刚讲的 死亡前三大 现在二三名我们都讲完了 现在就是讲癌肿瘤 癌肿瘤是现在 就是我说我最想克服的 今天之所以会有原始点的诞生 就是当时候发下的这个院 我一定在我有生之年 要把癌肿瘤这个问题解决 好 那既然这样十年下来了 癌肿瘤应该也有答案 也就是准备跟你们报告我的心得 那在还没有讲课之前 我想问各位 一旦你们得了癌肿瘤 会害怕的请举手 得癌肿瘤会害怕的 好 不会害怕的请举手 这么多人 这一般有一点反常 我到处讲学一般问到说 得癌肿瘤会害怕 都居多数 这个刚好在这里情况相反 你们为什么不怕 因为有原始点 原始点可以给你们当靠山 那如果没有原始点你们怕不怕 是喔 你们还蛮老实 没有原始点你们会怕 那原始点应该是一个观念 不是真的原始点救了癌肿瘤 我认为癌肿瘤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观念 所以重点在观念 那刚刚当然也有一些人是 害怕得癌肿瘤 那我想放一段 看看你们看了之后 对于你们那个脆弱的心灵 是不是可以起到五味的作用 好 我们来看西雅图那一个对话 有没有在座不怕癌症的 不怕癌症的也有 真的啊 你们不怕得到癌症是吗 我已经得过癌症 你已经得过了 免疫了 不错 不怕喔 癌症不可怕 你得过几年了 46年了 你有癌症46年了 那你能不能来跟大家讲 为什么你不怕癌症 听到你的口很高兴 我是29岁的时候 德国那个子宫癌 那时候医生说 我只有六个月的命 因为我是当老师的 那我说好吧 那六个月 我这六个月刚好暑假 我都去玩了六个月 结果回来以后呢 没事 那就过了两年 又更没事 我是当时吃了一点 他化疗吃那个药片而已 没有吃什么药 但是呢 从此以后 我觉得我这个是 我活下来是多余的 所以我很快乐 那现在呢 我现在是在我们华州的 华人防癌宣会里边当理事 这是因为用我自己的例子 我也看到很多癌友 并不像人家说的那么可怕 他们都活过来了 这里也有啊 那个辉煌啊 他也是很精神活的 他们都去跳舞啊唱歌 现在活得很快乐 所以我觉得不合了 哦 你是走过来的 太好了 这太好了 那这一段可以转播吗 不需要了 我现在78岁 我觉得你竟然是在防癌协味 就是有责任用你的生命 告诉其他癌症的人 叫他们怎么像你一样活出来 所以你应该是一个活教禅 更应该播 所以我帮你播 但如果你觉得你的脸 没有长得我帅 没关系 还像马赛克 你就罢了 但是如果你有自信 因为人 说实在一生能够贡献给这人类的 不多 我一直在觉得 所以我到这个年龄 常常有一种感觉 我现在不是要拥有些什么 而是我在走的时候 我能留给后一代些什么 重点在这 这真的是我的新生 如果你们要物有 我真的 所以如果你能够用你的生命 给后代一些启发 让他们知道 癌症不可怕 可以活得更久 如果我今天不把你这一段转播 是你的损失 是啦 你又晓得 我是在帮你 你是在防癌协会 我是在帮你推广 是啦 你怎么会忌解我 怎么舍得忌解我 是啦 所以可以不可以播 可以 要不要马赛克 不用 对啊本来就不要 我从来也没有人叫他们 访问我把我马赛克 从来没有 我真的 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们刚才讲那个免疫 我就是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自己思想开放 我从来不打防疫针 我在大陆的时候好多感冒了 我的同事到处都感冒了 我说我就是不会感冒 哈哈哈哈 我就没有感冒 因为我比较喜欢运动 我喜欢游泳 我游泳游得很好 所以我感觉我自己有抵抗力 我肺活量很好 我体力也很好 所以我从来来到美国以后 人家就要打防疫针 我都不打了 我也没有感冒的 我真的很 很佩服你的论话理论 我也是到处跟药人家说 吃浆 喝浆水 真的啊 我不认识你的东西 但是我自己有这个体会 是哦 有时流鼻水就喝浆汤 喝浆水 原来我们是同路人 相见互 太好了太好了 谢谢你的见证 哇他是用生命来见证 他还是武师 教继武的老师 那以后你教我 我给你舞一曲 反正我活得很快活就是了 我喜欢打篮球 喜欢游泳 还教跳那个Ballon Dance 就是那个高音舞 现在很多西雅图的那个 我都年轻的都认识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 自己应该快乐一点 因为我学会很多东西 我还教中国节 还教得很好 有声音 都台都一啊 都台都一啊 对啊 人就是要像你这样活啊 你这个见证很有力啊 感谢你 感谢你分享你的 感谢你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一定要做这个机工 我要学了以后 马上就要帮我们一个老人家做这个 他要进医院搁这个虎翅 我刚刚还跟那位老师联络了 就要带他来 星期六要带他来 对的 我学会啦 我会帮他 哇 你看哦 年意仅几岁 你说 78 78还要帮助人哦 有没有听到 啊 �ол 这个不简单啊 我跟你学 我跟你学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这生命活得 有光有热 这已经事隔三年了 三年前的一段对话 那你看他当时候已经78了 他得到子宫颈癌 西宣判只能活半年 那29岁得到 到78已经活几年了 你们原来算数跟我也差不多 几年了 49啊 他算错我也被他蒙了 是吧 但是你看四隔三年 我相信他还健占 他78岁还要学原始点 他是因为学来治疗他本身的癌肿瘤吗 那为什么要学 哦 是学来帮助别人的哦 那我想问你们一下 你们今天是学原始点是为什么 哎呦 也是这么大声啊 真的想帮助别人的请举手 哦 还不错哦 这么多人啊 原来发心的人还蛮多的 好 那要诚实一点哦 学原始点想赚钱的请举手 哎 没人啊 但我听说很多学了原始点 去开馆赚钱的一大堆 本班竟然没有啊 哇 那我要好好教啊 好 你们说到要做到哦 好 那我们还是言归正传 进入到我们主题 原始既然肿瘤 你看得到了 被西医宣判了 经过五十几年 还不死 哎 这个就奇妙了 如果他是那么危险 得到还能活五十几年 那想想看哦 很多人没有得癌肿瘤 要活到像他这把年龄 我看都有困难 所以是不是得了癌肿瘤 就会长寿 反过来说会不会这样 当然啦 这个是开玩笑话啦 但其实这样看来 好像癌肿瘤 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事哦 好 那我们来展开 看看我们的内容 每个人都有癌细胞 这已是公认的常识 癌细胞既然本有 未被检查出 又有何喜 既然本有被检查出了 又有何惧 既然本有 为何还要检查 如果说癌细胞是要命的 又是本来具有 那我们又是如何活过来的 可见生死与癌细胞的 有无无关 好 首先我也要问各位 有没有人身上 没有癌细胞的 请举手 没有 那没有就反过来 就是有了 事实上你们也一定会承认有 连医学 各种医学也必然要承认有 为什么 如果说没有癌细胞 那以后又怎么可能得癌肿瘤 你如果没有阴 怎么以后会有果 所以有了这个果 必然要推阴 那阴当然就是癌细胞 所以这个医学上也是公认的 每个人都有 所以以后有癌肿瘤 就可以由癌细胞再来谈起 所以这个是确定的 既然都已经有 你们也承认有了 就有一个问题 干嘛要检查 反正检查没有也是有 检查有还是有 那这个检查的意义在哪里 没有意义的 那如果说 万一不但没有意义 是有意义的 因为检查出来开始情绪就波动了 有没有 万一检查中奖了 怎么办 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很难过 很难过的举手 我看一下 应该是啦 那个直接 哇 得到了 本来也议期不到的 竟然这么快就来 那检查出来竟然是难过 但是你只要静下心来 干嘛要难过 不是你们都已经承认有了吗 经过这一次检查 只不过再证实 果然真的有啦 那就以后不用再检查了 不是应该庆祝一番吗 干嘛要难过 那反过来 如果检查没有 我相信你们一定很快乐 对不对 这是直觉的感觉 但是你在细思 虽然没有 但是你心里还是认为 怎么样 有啊 你有啊 只是没有检查出来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好像这一趟检查 花了那么多钱跟时间 又落空了 是不是 那可能明年还要继续来检查 是不是 这一段可能还没完没了 还没结束 是吧 所以到底是应该洗 还是应该背啊 我都不知道 好 这个都就不谈了 因为检查 这样看来有什么意义呢 好 如果真的 就像医学讲的 癌细胞是很可怕的 但说也奇怪啊 从生下来 大家都承认 你们就具有癌细胞 但好像在座的各位 有一些人年龄都比我大 你们好像也很轻松 就这样活过来了 是吧 这个癌细胞好像也没有威胁到你的生命 这样说来 可见癌细胞也不是那么可怕吧 这样观察下来 几乎也可以确定 癌细胞跟生死有没有关 几乎没有关啊 因为大家都很容易就这样活过来了 中间也没有什么大波折 所以这样说来 从观察也几乎可以这样推理来说 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好 那既然癌细胞跟生死无关 你们是不是就已经不再害怕了呢 倒也不是 因为我到处讲学 太了解你们了 你们一定会说 哎呀 我不是怕癌细胞 我是怕癌细胞慢慢长大之后 变成癌肿瘤 有没有 那这个我害怕的是这个 是不是有没有讲到你们心坎里 应该就是这个样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段 那么是不是癌细胞 据生成癌肿瘤之后 就会威胁到生命 如果会 为何很多人有癌肿瘤 却致死都不发病 既然都不发病 怎么还会死人 可见生死与癌肿瘤的 有无无关 好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见过 就是得了癌肿瘤 然后到死都没有发病过的患者 有 请举手 放下 少数紧 没有看过的 请举手 多数了 但是奇怪 一些不举手的是什么 就是有跟没有 这个小学都答得出来 你们 有这么困难吗 我再问一下 没有看过的请举手 还是多数了 有看过的请举手 这样调查起来都没有看过 但我刚刚放那个西雅图是 是人还是什么 是真人还是假人 是人啊 那他有没有发病 没有 那你们怎么说没有看过 刚刚这个不是人吗 你们好健忘 他有没有发病 他自己说他没有生病 对不对 连疫苗都不打的 是不是 身体健康得很 有没有 那他以后死了 你会不会说 他死亦癌肿瘤 不会啊 现在都已经活到这种年纪了 已经活了五十几年了 以后死 当然人都会死啊 这时候再怪癌肿瘤 没有道理嘛 就像我白头发一样啊 我白头发现在是一个衰老状态 没有死 但你总不会说 我以后死了说 张医师就是死一白头发 如果会死早就死了 趁我死了才说我这个 但很多人就会说这样癌肿瘤 事实上如果会死早就死了嘛 好那显然这样的人还蛮多的 那既然都不发病 怎么会死人 所以从我们前面也讲 如果肿瘤是一个异常 异常哪会生出症或状 根本跟他无关 连症状都不会产生 更何况是死亡 那更不可能啊 了解吧 好所以从这一段看来 是不是你们心里更安了 有没有安慰到你们的心灵了 有了 但是说实在 因为演讲的尝试太多 我知道很多人还会提出问题 还没有 因为西医说 有了癌肿瘤如果不处理 会长大 长大就会那个了 有没有 所以赶快要处理 他们都用隐含的 甚至有时候就会讲 你这么大了还不处理 可能活多久 有没有 更具体的有时候也会说出来 一般民众是受不了 那你们有没有看长很大 但没有死掉的人 有没有 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比较多啦 一些人已经开始恢复记忆了 是这个 还有呢 还有我们放的三十公分大的 有没有 有啊 那长那么大也不死人啊 是吧 终于恢复记忆了 还不错 所以大会死人吗 显然看得出来嘛 大跟生死也无关嘛 好我们来看下一段 我们内文 如果不死是因癌肿瘤长得不够大 可是有些人癌肿瘤都长到二三十公分大了 为什么还活着 而且也没有证据说要长到多大就必然会死 可见生死与癌肿瘤大小无关 所以我们很明确 我们也看到那么大 那西医一直威胁说 你不处理会长大 又隐含着这个是死亡的来临 那对患者的心理打击确实很大 但从种种现象来看 又不是这么一回事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好 那我们就问医学界 你既然敢这样提出这样的问题 那到底长几公分大 就必然会死 你应该给我们一个数据吧 因为西医强调的是科学数据 好 那我们就用你们的标准 你们既然说这个会死人 你们一定有你们的研究报告跟数据 那我们想知道几公分会死人 这个是合理的要求啊 那问题医院 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没办法 没办法 他只是说说而已 没有办法提出数据 好 那所以可见 这个根本不可能成立嘛 如果成立他一定会拿出答案 就是因为不能成立 然后又有很多出现 跟他们说法不一致的情形出现 所以很显然 生死跟肿瘤大小 根本是无关的 由此就可以推理 好 那这样 我相信你们应该会轻松一点 但是当时我跟我太太会被逼向梁山 是因为西医奖 你已经转移了 必然会死 有没有 所以他当你有肿瘤 他说一定要处理 要不然转移就会死人 像这种话我们都经历过 我相信很多癌症的人也是经历 那听到患者的恐惧是很难以形容 你们没有得到 你们是很难很难想象的 好 那到底转移会不会死人 我们来看下一段 如果不死是因癌肿瘤长得不够多 可是很多人体检时 癌肿瘤已转移多处 为什么还活着 而且也没有证据说 转移范围要多大就必然会死 可见生死与癌肿瘤多寡无关 对 如果说真的有关 那你应该提出数据啊 到底转移范围要多大 要告诉我们 但医学界很遗憾 又没办法提出 又只是空口无凭了 那像这样的事 很多民众也知道 没有答案 但是一听到西医这样说 就心里就完全沮丧 那你们有没有看过转移而不死的 有看过 有看过的举手我看一下 转移而不死的 没有看过的举手我看一下 还记忆还没恢复啊 刚刚不是一直说西雅图那个吗 他已经被西医宣判只能活半年 就是癌末已经转移了啦 哎呀 你们还没有恢复 就是在讲他啦 所以转移会不会死人 不会啊 一活就活五十几年耶 这样的案例我之前也放给你们看 你看那个李江棉有没有 西医说他癌末了 肺癌末起 结果一来就来基金会处理 到去年已经活了七年了 是吧 所以转移会不会死人 很明确嘛 没有这回事嘛 那好 如果会死 你应该明确的数据给我们 有没有答案 没有 所以我一路要追 因为要解决癌症 就是西医所有的说法 我都要一路去追 到最后都有特殊的案例 也不是特殊 甚至一般很多的案例就出现 根本跟他们的说法是相着的 好 那里面他们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如果癌子数很高 很危险 有没有 就要化疗 这个到底癌子数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下一段 如果不死是因癌子数不够高 可是有人癌子数以上万 为什么还活着 而且也没有证据说 指数要多高就必然会死 可见生死与癌子数高低无关 好 我们来放一个癌子数七万的 整个腹腔都是癌了 对 医生说的 那什么时候检查出来 就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四 因为我住院的时候 总流指数两万多 然后后来上个礼拜四 变成七万多 他就说你不做不行 那我就不想要做 大家有看到吧 七万八 有没有 但七万八还不死 那你看他几百或几千 就一直跟我们讲 很危险很危险 要化疗 有没有 但一路飙高几万到几万 我甚至还听说 我刚来指数到四十几万 还没死 四十几万 那这个指数是做什么用的 既然几百几千就一直在威胁 说这个会威胁生命 结果一直高 高到几十万都不死 那这个指数做什么用 下你们用的喔 是吧 如果真的会死 好 那医学界应该明确跟我们讲 指数高到多少 就一定会死 但问题有没有答案 没有 所以也就是 我一路在找寻癌症的答案 然后一路照西医的模式 一路追 从肿瘤会不会死人 然后再到肿瘤的大小 会不会死人 再到转移会不会死人 再到癌指数的高低 会不会死人 结果一路追踪到最后 都怎么样 都不能成立 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产生 一个答案出现了 就是西医所有的说法 我都走过一遍了之后 都不能成立 那反过来说 就是癌症怎么样 癌肿瘤怎么样 不会死人 就得到这一个答案 所以癌肿瘤 根本不会死人 这个是完全可以确定的 如果死你看 发现了癌症 转移前身的 有些人根本健健康康的 他是不幸 无意中去检查出来的 一大堆啊 所以我最后确定 癌肿瘤 根本不会死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段 内容 其实癌肿瘤 与癌指数 跟发白面皱一样 同属异常之果 并与其他所有异常之果一样 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也就是伴随着生命衰老败坏过程中 自然会产生的现象 而非疾病的症状 不可视同疾病对待 他们顶多就是提醒我们 体内代谢变差了 生活习惯该改变罢了 并非绝症 所以 没有人是死于癌肿瘤或癌指数 就像没有人是死于发白面皱一样 最后皆因热能耗尽 体力不支 器官衰竭才走的 不幸的是 癌肿瘤却不断地被夸大 丑化成致命恶极 甚至有些医师 会用此来威胁恐吓病人 如果你不接受手术或化疗 癌肿瘤会迅速恶化 最多只能活几年 几个月 甚至几天等云云 让病人吓得半死 每天活在死亡的阴影下 这哪是找回健康的开始 根本就是噩梦的开始 好 我们再来放一个案例 西医说 他只能活三天 曹医师你好 你好你好 你是怎么样 跟大家讲一下 一样 还最末期 我的事情发生是这样的 因为过去都没注意自己的身体 差不多到今年 正月十二 是感觉人爬楼梯 感觉心脏很喘 我是感觉怪怪的 之前爬山怎么爬都没感觉 我就去让医生检查 一去经过两三间 讲起来差不多大同小异 第一间实在太离谱 哪一间我们不说出来 第一间去的时候 我帮你看起来回去也好 不回去也行 你的寿命最长三天 用这种方式 活着的人被这样讲 心整个都乱了 第二间我再来试试看 我将资料复制带过去 第二间讲话就留一些后路 可能差不多三个月 但是我走之前 我不知道他就叫 我小孩与我太太偷偷进去 医生说他要注意 他说可能应该不会超过一个月 第三间去也说 经过这两间 我看这边也差不多 我想既然是这样 你说 他说最后我想也对 干脆我问这个 到底你告诉我生存的机会 有几层 这样就好了 他说一层的机会都没有 他说你这种状况 最好是赶快处理 准备明天送进家户病房 能都还没怎么样就送进家户病房 我说不要 药什么药都不吃 送进病房也不吃 到目前正月十二到现在 我觉得身体越来越硬囊 哈哈哈哈 不听到吗 哈哈哈哈 我只硬 因为第一 我过去的一些习惯改掉 过去的烟酒 全部都不要 过去我口味吃了重的一些 鱼肉暂时割一边 吃些清淡的 每天靠运动 心情放开朗 我完全一粒西药都不吃 到目前我觉得 体力越来越好 我现在在这里奉劝各位 若有像我这种症状 不要害怕 确实实在不要害怕 头一字在正月十二那一天 被医师宣布只有三天受命 我真的那三天 整整瘦了四公斤 三天 整个脸都皱扁了 最后想想过去我母亲 五十岁 那个时候 也是得到子宫颈癌 五十岁 医生就宣判 顶多三个月 但是我的母亲 意志力很强 我母亲最后活到八十四岁 这一点意志力 是向我母亲学习的 看完这一段 你们就知道 以后要减肥 要找哪一科 好 我们来看下文 目前癌肿瘤的诊断 与治疗所用的断层扫描 穿刺 切片 手术 化疗 放疗 电疗等方法 全都是破坏性的 比如 一次断层扫描的辐射量 使不同部位 约略等于100到400张X光片 穿刺 切片检查 又在伤口补上一刀 让癌肿瘤进一步恶化 好 我想问各位 你们知不知道 断层扫描 它的辐射量 这么大 不知道的举手 我看一下 这么多啊 所以 这个真的是资讯不对的 这个辐射量相当大 在西医的研究报告中 这样的辐射量 足以致癌 这是他们说的 所以 其实说实在 你 不用担心 你找不到癌 多去照几次 一定可以找得到 另外 要告诉各位 这个辐射量 伤害人 但是穿刺切片在我的看法 伤害更大 我们先来放两个 切片的案例 一个是舌癌 一个是黑色素肿瘤 切片算严重呢 会伤害 对 本来是这样啊 我本来好好的 全色 我已经十年了 是 如果我 切 那么舌头 还是这样 鱼啊 回了 完了 好 你现在讲 讲对一件事 你本来 舌癌长在舌头 都好好 对不对 已经十年了 切完片 就不得了了 对不对 对 马上变 你能不能张开 让大家 让那个摄影机 帮你拍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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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案例 还不是最悲惨 但是光那个黑色素肿瘤 这一个 我还是要说一下 他来的时候是身体是很瘦弱的 他一个人独领着一个行李过来 基金会 那他一直叫我一定要看 他说他很害怕 他给我看 就是脱下来 那个恶臭味已经扑鼻而来 看到这种情形还在肾血 那我问他 我说 你害怕 那你最害怕的是什么 他说 我很担心 那个癌细胞长满整个阴道之后 他甚至连尿尿都尿不出来 那这时候怎么办 你看 连小便都在恐惧 所以 他本来 其实只是一例 很久了 也没啥事 就是只是为了要确定他 结果一切 竟然 再不到半年 快速成长 那我再分析 为什么他会这么快速 因为他慢慢长大之后 因为 肿瘤是最弱的地方 一定有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你又再患处下手 那等于血上加霜 那这里恶化的速度就会快 那快了应该也不至于说 一小粒再半年长满吧 我认为还有患者的信心 完全被打垮 他害怕 因为他看他慢慢在长大 越长大他又没有方法去抑制他 然后越害怕 长得就越快 那走的时候 我看 我说那你应该要怎么做 叫家人帮你的 他说 我没有结婚 上有老母 还要照顾 这个病 他也不敢讲 那就拎着包包 又从台北到桃园回去 我看他背后那个身影 看了真的很心碎 但这个不是唯一的悲惨的故事 从切片我看到最亲眼从头看到尾 就是我当时在南部 有那时候还开诊所 有一个姓严先生 职场老板 50岁 很壮 可以搬很重的东西 但他就是被动 好像去国术馆或医院处理都处理不好 那他想应该要检查一下 就去检查医院当天就帮他切片 结果切片当天 他就半身瘫痪 然后大小便失禁 当天 然后他朋友知道我在研究癌肿瘤 所以通知我 那我门诊完立即赶过去 赶过去 然后了解了一些情况之后 因为他半身瘫痪嘛 我也稍微帮他揉揉看有没有效 完全没有效 揉了没有效 这个叫做什么 本处体伤 但是我那时候还在研究 不敢说什么话 那我就问他 那西医的说法呢 他是说 切片完之后 癌肿瘤迅速转移 然后转移到脊髓神经压迫 所致 当时我也真的相信他 因为我没有概念 但现在的我 已经清楚答案了 你们清楚吗 会不会这样 不会 异常之果不会产生症或状 然后异常之果 也就是癌肿瘤 不可能长脚 一天就从肺部 然后一路跑到脊髓神经 然后很多癌细胞就同时停留在一个地方 喊停 然后就把他堵住了 然后造成他下半身瘫痪 癌肿瘤不可能那么快的 现在太清楚了 那所以这个原因 我当时我不知道也不敢说 这是现在我清楚 但是这个严先生经过这样的切片之后 再也不相信医院 这家医院 然后就要求转移 转到另外一家西医院 我就这个问题 请教肿瘤科的医师 他的回答 跟上一家医院的答案 一模一样 那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这样的患者 他不是第一个 之前切片而造成的 已经有了 所以医院的说法一致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不管怎么问 他们的答案就是这样给你 所以你也 你即便知道好像有一点问题 你也没有办法告应他们 因为医院就是这样说法 那所以他们就紧接着要求他 一定要化疗 甚至要电疗 说你已经癌痧 你体力还好的 因为他很壮 然后出众干活的 这个都没问题 然后医师说 你体力那么好 应该还可以 还有希望活下来 所以我们来帮你化疗 他也同意了 那这时候化疗 他说化疗 把这些癌细胞杀死之后 说不定你半身瘫痪就可以好 也说不定 但从治疗到他死亡 他再也没有好过 那而且治疗的过程中 痛苦到不行 几次想自杀 从肺部 化疗 还有电疗 然后隔 差不多一两个月左右 又转到脑部 那老婆继续化疗 电疗 那时候吃不下饭 想自杀 老婆一直安慰 好不容易也熬过来 结果腰感觉酸酸 又去照 又转移到骨头 那骨头 西医的说法 也说 其实我们都尽力了 我们发现癌肿瘤 我们也是 用最好的药给你 他无奈这个肿瘤很贼 我们好像看到 这些贼寇聚在一起 我们派了官兵去围剿他们 但他们看到官兵 就四处躲散 所以现在又躲到别处 所以我们也无可奈何 好 但是他又接着安慰说 那也没关系 反正不管他躲到哪里 我们总有办法 现在你用的那些药 都没效 可见那个癌肿瘤 已经有抗药性了 我现在用更好的药 但你们要晓得 什么叫更好的药 对 就是更毒的药 所以吃了没有多久 马上转移到肝 肝受不了 那转移到肝 就是他人生终点站 前后一年 活生生的一个人 从一个背痛 就是什么都正常 就只有一个背痛 然后体力好的不得了 然后进医院检查 到他走 前后一年就走 我看到这个情景 我才觉醒 原来癌肿瘤 西医整个过程 是这样做的 然后再进一步深入 才发现更多的问题 好 那这个就不说了 所以我说 这个切片出问题的 还不是在我的看法 还没有像严先生 那么悲惨 在我身上 我为什么要看 我为什么要看 我将来 你一定会 我还是在你 我care你 然后我